說到位於東京近郊的興井澤,相信好多人第一時間想起 就是眼前這個環境美得有過分的 Outlet 沒錯,當 Outlet 美得有這樣的地步,你就會想像到 為何這個伊山望水的桃園仙境,會是日本皇室的避暑聖地 今集我們就來漫遊一下興井澤,來住下這間星野集團的根 這個最古早風味的 Hoshinoya 也會去附近逛逛逛逛逛結構獨特,遠看一條毛毛蟲般的石枝教堂 然後在附近有過百年歷史,也是日本第一個新娘會穿婚紗逛西式婚禮的地方,這間高原教會 當然不需要的就是會去雲長池逛逛一圈,會吃一餐穿上甘,買兩包遠山咖啡 還有最後臨走前過來這個大到逛半天都逛逛的王子Outlet 收拾少少靚雞才回去東京 事不宜遲,現在就出發了 從東京搭新幹線,搭一個小時就來到興井澤 我去年六月份自己一個來,當時算是初夏日子 東京明顯開始熱,但一下車都會感覺到興井澤是起碼清涼幾度 不單是因為這裡的城市化發展遠遠沒有東京這麼誇張 沒有碩士森林,沒有熱島效應 其實更是因為這裡的平均海拔有1000米左右 對呀,你完全看不出的網絡 但你其實已經身處於一個海拔 更高於香港最高的大武山的地大 是很清爽,很舒服,好像一夜去了秋天那樣的 多數來興井澤玩的都會選擇一日遊 這裡的景點就不算集中啦 如果你貪心點,想去多幾個 但又不想等巴士 又怕回程會截不到的士玩 你可以試試租架單車來踩著玩 會是這裡的一個很常見的做法 這裡出名就是好山好水 其中一個代表性的景點就是眼前的這個雲長池 這裡是輕井澤站大約一公里鬆一點 走過來都是20分鐘的時間,很近的 6月份就不算這裡的旺季來 因為雲長池最出名的是這個景 若沒有每年的10月底秋天時份 你來欣賞紅葉的時候 就會見到萬山片野都是很有層次的色彩 現在夏天都不差的一片翠綠 可以沿著這條湖半小徑 兜著它走一個圈 都是不用半小時的事 這裡不帶的 真是可以靜一下心來過來散步 可以轉換一下心情,呼吸一下新鮮的空氣 整個環境都綠樹成音 走起來不會出汗是很舒服的 如果你嫌就感青山綠水有點單調的話 不知欣賞一下教堂有否合你心水呢? 說起這件事,話說我19年尾求完婚後 就開始計劃想說 搞一個人少少的簡簡單單的海外婚禮 當時經過一輪篩選後 是有打算在輕井澤和巴黎之間二間一 那時是有計劃說 好不要來一次輕井澤實地去看一次教堂和張相差多遠呢? 但結果都未買機票,疫情就爆發了 全世界停頓了 而我們都得償所願 婚禮真是很少人很簡單 就只有雙方父母見證簽子 就只有這麼多 不知大家還記得當時那個荒謬到不懂形容的限聚令呢? 所以當我站在其中一間目標教堂的門口的時候 其實都幾百感交集的 可以這麼說 眼前這座石枝教堂 整間是用石和玻璃來建的 裡面有木造的椅子 我記得當時的婚禮計劃說 石代表男性的剛強 而玻璃代表女性的通透和勢力 嘩!好厲害! 它是一下子銷碰到我老婆的了 現在實地看起來 真的很特別 對我來說是挺適合的 比起那些千篇一律 都是那些海景純白教堂 這個環境可以給予一個耳目一新的感覺 裡面是沒得拍照的 有興趣自己Google一下 我是真的挺喜歡這一間 如果不是疫情 可能真的會在這裡行禮 而距離石枝教堂行大約10分鐘左右 還有另一間歷史更悠久 而且是全日本第一次 有非基督徒的日本女性 穿著婚紗教西式婚禮的場地 就是眼前的這個高原教會 它誕生於1921年 原本是大正時期思想家 那些文人默克在聚會 討論交流想法的星野遊學堂 去到二戰之後才改建成教堂 跟剛剛那條石座的毛毛蟲不同 這座被森林包圍著的三角形木造建築 是散發著一個很優雅 很有靈氣很沉穩的味道 那我就未必說很渴望在這裡行禮 但我都會頗想在裡面坐一下 冥想一下吸一吸這裡的天地靈氣 看完教堂走回到山 附近已經有一個魚樹街小鎮 名字很有詩意 但其實只是一個規模不大的商店街 大約十多間店舖 散步在山莊有很多魚樹的區域 這裡有雜貨店 有餐廳 有Cafe 感覺有點像走周末市集 是頗隨意 頗適合打卡 但又不會像走赤處大街那種 商務味道很濃厚 這裡也不會 而當中最旺的應該是這間村上甘 它是輕井澤的一間 多有人氣的蕎麥麵店 它本店不在這裡 而是近雲長池的方向 那裡有一條商店街 經常排長龍 我自問不是一個特別喜歡吃蕎麥麵的人 但我也欣賞他們的湯底 以及他們的麵質的口感 至於這個天婦羅就一般 麵煙你見到都很厚 火厚一般 吃起來偏油 反而額外加的豆腐 挺有驚喜 是超濃郁的豆味 它吃起來一點都不滑 但很香 而且份量也挺多 一餐三千多日圓吃下去 飽肚實在的 上菜很快 不妨可以當成是一餐 中上水準的快餐吃法 另一個好多人來輕井澤 都會想去打卡朝聖的 就是這間遠山咖啡 它來頭好猛 它是全亞洲第一個 勇奪世界咖啡師大賽冠軍的團隊 所開的 它總店的確都是位於輕井澤 但跟村上鎮一樣 你在小鎮見到的這間是分店 不難找的 咖啡真的挺香 你跟著鼻的直角就找到 但可能我比較膚淺一點 我覺得是好喝的 但我就喝不出他們的冠軍賣點何在 眼前這個小鎮 其實是由輕井澤的星野集團所管理的 它是Hoshinoya 的接待處 只是幾分鐘報程的事 今次因為剛巧找到 它有單人住宿的優惠 便宜了很多 相當於連半家都不用 今次即使是一個人 都來住好一點點 將原本即日來會的行程 變成兩天一夜 放慢腳步 正房價年稅不包早餐晚餐 大約六萬日圓 三千元港幣一晚都不便宜 但官網所說的庭園房 其實是怎樣的配套呢 這間就是我的房間 這裡的每一間房間 都是獨立一棟樓高兩層的建築 所以這裡幾二十間房間 規模看起來就像一條村一樣 稍後和你慢慢走一圈 再說說這條村的結構 現在來看看房間吧 一打開門 在圓關已經聞到很淡雅的木香 就是這碟木碎 它散發著這股味 在這間房間給我的第一印象 房間是複式設計 分開了樓下就是日常喜居空間 以及樓上就是休息睡覺的地方 整體來說 房間佈置是很數瓦簡約的 沒有什麼蛇添足 為了展現氣派 或為了展現品味的擺設 是沒有的 是連電視都沒有的 是啊 這麼大的廳 沒有電視的 就只有一幅點到即止的掛畫 那會不會單調一點點呢 畢竟是幾千元一晚的 這個其實可以算是星野的自信 他收這個錢 他不是賣豪華 他不會把房間變成名牌陳列室 那樣 把梳化是哪個名師的設計 那些床上用品是什麼 皇室御用的品牌 他不是銷售這些東西 他能夠保留到那種簡約的日式味道 他忍得住沒有去過份刁剌 他做了一個好像平常人家出來的 是完全沒有商務酒店的感覺 在當中 住落就是很舒服、很自然 他不跟別人鬥奢華 但他吸引到喜歡這種風格的人 這就是個厲害之處 不過有一點我覺得可以做得更好的 就是他可以考慮 如果行動不變的人 可以怎樣上樓梯睡覺呢 還有這個睡覺的位置 美其名叫做角樓 但空間感即使有窗 你都會感覺到壓迫感 跟樓下這麼寬敞的起居空間相比 就很明顯有個對比 看完房間 其實是很平平無奇的 他舒服 但不會留下畫一個很深的印象 那星野憑什麼能夠只用了20年時間 就發展成日本最受惡一指的奢華住宿品牌呢? 說到尾 他賣的其實就是你在第二道 很難會感受到的體驗 這樣說下去 其實所謂旅行 如果說得沒有那麼有思義的話 其實就是和一個生活過得有點悶 所以去一下其他地方 掛人家過的生活 來找些新鮮感 星野的靈魂人物 星野街路 早在20年前就想通了 其實遊客是想過一些不一樣的生活 不想過得太日常化 太千篇一律 作為一間溫泉旅館的第四代傳人 他可以怎樣迎合這個需求呢? 他將從1914年創立 整幾代人經歷了幾二十年的心血 一夜推倒重來 在2005年就開了眼前這個 Hochinoya 輕井澤 好了 他破舊 但他有沒有立到身呢? 如果你有看我上集說 走Glamping路線的富士星野 可能你會記得 我有句說話重複了 我想有兩三次的 就是 住星野就是要住他們的儀式感 那麼星野有什麼與別不同呢? 如果你坐的士 根據指示牌從路口轉進來 然後一直沿著林間小徑走 就來到這個星野的接待大堂 但其實這裏距離酒店 還有幾分鐘車程 即是一瞬間還要駕車 再問你的行李座 再問你過去 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要這麼多次一舉呢? 如果直接在酒店下車 不是更方便嗎? 其實他故意的 他想你在這裏放下行李 喝一杯暖茶 聽一段迎賓的音樂 來放慢你的節奏 他是用這套 你想急都急不來的儀式感 來將你從城市人 調節成一個村民 然後才慢慢車你入村 沒耐性的人會覺得 挑作狀矯情 扔波鐘 你快點埋牙 就算了 但星野相信 有人會欣賞 有人會喜歡房間裡沒有電視的設計 有人會喜歡他們極低密度的佈局 會喜歡他們的庭園造景 會喜歡住在山卡拉那種不方便 會喜歡聽聽水聲 聽聽閃鳴鳥叫 會喜歡放空一下自己 享受一下那種無所事事的遊閒感覺 聽起來可能你會覺得 嘩 住輕井澤西是一件好像住在療養院那麼悶的事 其實不是的 首先有很高質的溫泉 起碼早午晚各浸一次才夠猴 在我眼中 而除此之外 你看看官網就知道 是有動靜嘉儀的付費體驗選擇 我只有一個人住一晚 免得搞那麼多事 我是有想過 試不試在這裡玩騎馬 但自從幾年前 我在土耳其 第一次騎完馬之後 因為那隻馬太狂 所以搞到我有些心理陰影 結果最後 其實我是什麼活動都沒有玩過 真的就這麼簡單 逛逛逛逛逛逛逛 整個老人卡 但事實證明 星野街路是猜對的 原來真的有很多人 都認為高級酒店 不應該全部都好像 Dariskal 和 St. Regis 一樣 其實如果有些可以 好像星野那樣的話 都挺不錯的 所以不夠二十年時間 星野就從輕井澤 這間創始店 開始散業成 有幾十間 不同級數不同價位的 酒店集團 也養了一群 跟他一樣 那麼矯情 那麼作狀的支持者 例如我 我們這班傻仔 彼此不是為了 買什麼更豪華的享受 而是為了 想體驗買一些 不一樣的東西 或者 再純粹一點 就可能為了 看花花草草 為了慢活 喂 真的很慢 吃一頓飯 整個兩個多小時 等他上菜的時間 還遠遠長過 吃東西的時間 但偶爾這樣 享受一下 這個獨處的moment 其實真的 挺好feel 如果說回這頓飯 其實是 沒什麼好說的 晚餐可以選擇 吃他們的匯植料理 是豐富的 每一道菜都組成得好美 但調味比較簡單 即是 不是那些好味道 會令你一視難忘的一款 不會好吃到吃完 會想馬上再吃 不是的 而價錢 不便宜的 某幾道菜是選擇升級 整個賣單連同稅 都要兩萬日圓 即是一千港幣 相比起 這個比較中規中矩的晚餐 我覺得這個環境 反而還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這裡是整條村唯一的餐廳 早午晚三餐都可以在這裡解決 這個好像梯田一級級的設計 可以很自然分隔開客人 給予一個足夠的私隱度 但又不需要用到屏風 來阻隔熱鬧 所以坐在這裡是很舒服的 是有人氣 但又不吵吵 以及看著這個跳高 落地玻璃窗外的這個景 說真的 還有什麼好挑剔呢? 大部分的溫泉旅館 都會捆綁了一撲二食 這種模式才可以入住 星野算是少數 可以選擇單純住宿 這個選擇自由的酒店 但我懶惰 所以我兩餐都是選擇 吃他們的食物就算了 他們的早餐是精緻的 地道很豐富的日式早餐 送來入房都是4000多日圓 所以這樣 一人住一晚就60,000日圓 加上兩餐飯大約24,000日圓 一個濃縮版的輕井澤 其實就算你不用離開酒店 都能夠體會到這裡的好山好水 能夠感受到這裡的反撲貴震 做了一天的村民 有時候做回城市人 繼續受消費主義的荼毒 沒辦法 因為他過分到在JR站的旁邊 就建了一個大到離譜 美得整個公園的外套 他擺明就是鼓勵你 拿兩個空行李過來 走回半天才可以走 日本一向有件事做得很貼心 就是他們的付費鎖卡是相當充裕 就在車站那裡有很多選擇 讓你可以放下一個行李 兩手拼拼盡地去買 兩百多間店舖 或者什麼類型的品牌都有 走這裡跟海港城是很不同的 這裡是有可以休息的空間 有可以放鬆的環境 你又好像走進一個公園 不過剛好有很多東西買的那種感覺 而不是在一個不見天日的商場裡 完全不同心情 我自己覺得走商場對我來說很累 所以人們會不自覺地把有限的精力 很有目標地走幾間 已經有心想買什麼店舖 走完馬完就走 但這裡的感覺是很心曠神異 所以就算對於一些陌生的品牌 人們都會更開放 會進去看看合不合自己 結果就是會跌多很多錢 即是你買一買一買就會發現 其實就算住多兩晚星夜 都不是很貴而已 真是很神經 好了 不說那麼多了 今集都說了很多無尼納尚的東西 謝謝你這麼有耐性聽我說這麼多話 不知道你是否喜歡輕井澤這個地方 如果有去過的朋友 不妨可以分享一下 好了 那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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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